早安 早安 羅輝 你看醫生你會不會覺得 你很尊重醫生 當然啦 你順序才會看嗎 不然為什麼會看 但是過去一個星期你看到那些名醫 在大氣電包上互相說對方有什麼問題 我自己覺得專業人士就應該由專業解決 不應該透過大氣電包互相說對方有問題 令到我們這些不懂醫學的人就會擔心 到底我們的醫療系統是不是出了問題 醫生有他的專業一面 但另一方面事情好像也反映是 醫生也有他人性的一面 即是互相鬥爭 還是怎樣呢 我們不是專業人士 也不是內女的人就不太了解 今天這個鐘頭我們請來就是局長來解釋 郭榮文 早安 羅輝 我們真的很尊重專業人士 但我們又不覺得專業人士應該在大氣電包裏 互相說你有什麼正確 有什麼不正確 我們是期望比如說好像你這樣 應該是有一個委員會去調查的 那為什麼不是早些 比如說這個威爾斯親吻醫院 心臟科 今次余昌文醫生 阮方 馮康醫生 他們透過大氣電包互相說這件事 其實大家都是一面支持的 你其實會不會覺得是早些有這個委員會介入 就令到這件事可以早些知道是怎樣 是比較適當 我相信現在去到這個階段 醫院管理局也都已經宣佈了成立一個 就是獨立的委員會 再去全面去看這件事 那當然較早時候在聯網的層面 已經委派了兩個 就是我們性質我們可以叫做臨床稽核的一個委員會去看這件事 而這個獨立的委員會 是凌駕於所有有關臨床服務 臨床管治 和這件事的行政處理之上的 所以我對這個委員會是有期望的 我亦都認為這樣的做法是一個適當和負責任的做法 那說回這件事 最初你們剛才說的 我想都是對的 因為這件事應該是一個屬於臨床管治的一個範圍的東西 因為現代的醫學 尤其是在醫院裡面 不時都是涉及一些很先進的一些高深的醫學技術 實際上 在醫院的管理層 其實不能夠 每次都管得了 在那個臨床層面那些新的科技的發展 所以臨床的管治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而臨床管治裡面 當然是涉及一個質量的保證和臨床的契合 譬如今次就是前中大醫學院的心臟科 余卓文醫生被封刀這件事 其實不是今天才發生的 是較早前已經發生了 那麼他亦都投訴了 當時是否已經是院方裡面 已經是成立了委員會去調查整件事呢 還是到後期爭拗出來了 然後院方才說 我現在就有些委員會去研究這個臨床的投訴 當然事情去到現在呢 是不同方面的人士呢 也都公開說了很多事情 首先那個處理的過程是怎樣呢 都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那麼醫院管理局那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 我想其中一樣要做 其實都是要將整件事呢 是去分開兩部分呢 一部分呢 是臨床那個水平的問題 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整件事的處理呢 可能要涉及重組整件事的過程 然後呢 才可以講 那麼當然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就是原則上你說的是對的 就是越早呢 有個正式的一個去調查 或者臨床的契合呢 是越好的 不過呢 很多時候在臨床的管治的情況之下 第一件事我想我們大家會留意到 威爾斯第一件事採取的 就是一初步掌握了一些資料 是認為是涉及到病人的安全 那就暫停了一個這位教授的臨床的某一部分的工作 那這一個我相信是一個原則來的 我想在任何的醫院的管理層呢 其實它都有一個責任 雖然它不是直接呢 是去能夠掌握了所有臨床的新的科技 這些進展的內涵 但是醫院的管理層呢 因為你提供整個醫院的環境 整個醫院的管理制度 其他的支援服務等等 你是有個整體的管理責任去到 所以如果任何病人出現了診治上有問題 醫院是不能夠說不關我事 只是關某一個醫生事 或者某個團隊事 所以它有這樣的責任 也都有這樣的權力 如果覺得是對病人有即時的危險 需要有保障的時候 是暫停某一些工作 某一些專業人員的某一些職務 這個它就要先做 然後儘快就正式有一個臨床的契合 去看看那件事跡那件事是怎樣 這個我同意 在整件事裏面 就是當有這個事件出現的時候 過去這兩個星期 我們看到雙方互相說 其實在那個醫院裏面做這類手術的 對方都還沒有拿到那個精細的手術 臨床的資格 然後中間過程裏面 又會有些病人是遇到風險的 那整件事你自己覺得 現在有些互相都指責對方 那你覺得要令到我們市民放心 覺得其實醫院都不是這麼烏龍的 有什麼最好的辦法 這個涉及到臨床那個培訓 臨床專科的資歷的認證 還有臨床的服務安全性 那所以一定就應該 在這一方面有些專家 就是只有醫學的專家 才能夠在這方面 是幫我們去做出一個評定 現在來說當然 在已經委任了的有兩個 其實都是臨床醫學的專家 這些專家他未必一定是 只是針對做有關的程序 因為很多醫學上面非常專門的程序 可能每一個都只有一兩個人 懂得做 或者如果剛剛開始 香港去引入這個程序 可能更加少人懂得做 那所以呢 你也都不可以說 要求所有這個專家小組 全部個都是專做這些 但是只要是臨床的專家 能夠解讀一些臨床的 譬如科研的證據 或者提出來的那些事實是怎樣 怎樣去解讀 作為臨床的專家 是應該有這樣的認知的能力 那在醫院管理局的總辦事處的層面 現在呢 我都知道 了解到呢 他們是成立了這個獨立委員會之後 其實還會再找兩方面的一些專家 這個委員會上面 其實已經有一些 是香港醫專的領導人在那裡 因為呢 你整個臨床上面 怎樣認證 哪些人需要做什麼手術呢 整個世界都在發展著 而醫專呢 在香港正正是扮演這個角色 另外呢 也都會找外國 或者國際上的 這一方面的專家來幫忙 所以我覺得 是這樣加起來的話 是應該能夠有能力幫我們 去解答這些臨床上面 那些程序到底哪個適合做 哪個有這樣的資歷做 做得處理得 妥不妥當這些問題 要等個調查做了才知道 這次是一個個別事件 還是整個臨床管治那裡 有一個改善的空間 我相信結果 我們不能夠排除兩方面 都有它的問題 因為臨床管治上面 我們一個臨床的隊伍 醫院管理局的改革 其實就已經比以前好了 以前來講 公立醫院 每一個醫生都可以說 他獨立的運作 但是呢 在醫院管理局的改革之下 其實我們有一個叫 臨床管治的概念 是有一個 每一個臨床的專科隊伍 都有一個 是主管的 這個主管 他全權負責了一個 一個科 一個是 他的臨床的服務質素 但是這個主管 他自己未必能夠 在這個科裏面 每一個 再分的 一個超專科 或者一些 再分下去的 再分得細一點的程序 他每一樣都能夠掌握 但是他是一個臨床的專家 有了這個責任 他要確保他的部門裡面 每一個程序都應該由受過適當的訓練 有足夠的資歷的人去做每一件事 當然這件事是比較罕有 因為現在是一個聯合的投訴 就是這些在醫學界我們叫做 因為責任在主管上的 但是如果有同事認為是主管臨床職務上有問題 那便發生了這件事 那如果現在是屬是屬非 我相信一定是要再由外界的臨床專家 才能夠再去幫這個醫院或者這個聯網 去分析這個問題 那到底誰是誰非這件事是怎樣 當然要等這個專家的委員會 是不同的報告出來再去檢視一下 但是對一般市民來說 我們就會說 到底你那個醫院的臨床管治的過程是怎樣 因為現在呢 醫療技術就是日新月異的 那可能是 今天你是某科的專家 但是明天已經有些新的技術出來了 新的醫療過程出來了 可能這個專家是沒有去學了這件事 或者是沒有得到一個認證的 但是我們怎麼知道呢 或者是到底是怎樣認證才覺得這個人有資格 沒有資格 因為現在我們聽到 互相說對方 你們也是沒有資格來做的 可以這樣說 因為實際上呢 是針對個別的臨床的一些專科 所謂的一些程序的所謂認證呢 其實也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就算在世界上呢 都是一個發展著的過程 我想現在呢 都不能說全世界有哪些地方呢 所有的臨床程序呢 都已經有一個全面的認證 要做到這樣也是一個非常之大量的工作 很多的行政工作 涉及在裡面 因為試想每一個專科 會有幾多的不同的程序呢 每一種程序 如果每一個醫生 針對每一種程序 都是要一個認證的 就是那個過程又會是怎樣 對我們的臨床 整個臨床的服務 那個流程會有幾大影響呢 都是一個問題 不過呢 毫無疑問呢 全世界呢 是向這個方向走緊 就是說呢 尤其是對一些高風險的 一些新的專科的服務程序呢 有一個傾向呢 是由一個有責任 也都有這樣的能力的一個機構 去做一個認證 通常都會是一些醫學專科學院 就去選擇了 譬如說某一個專科 那哪些程序是需要認證呢 我想沒有可能說 全部的程序 由簡單到到 由簡單到到繁複 全部都認證的 但是呢 他們就要做一個風險評估去選擇了 哪些的程序 他們臨床上覺得真的很複雜 而且風險是比較高的 是一定要有一個正式的認證程序呢 但是這個只是說正式的認證程序 其實就算沒有一個正式的認證程序 每一個臨床醫生 特別是一個臨床主管 一定是有一個責任 是確保你每一個去做的程序 無論簡單還是複雜 都是有那個負責主導 或者主持這個程序的醫生 都是有一個適當的培訓 和一個適當的資歷 那現在香港的制度呢 有沒有在這些這麼新的科技裡面 或者這麼新的醫療技術裡面 比如說外國發明了這個新的方法 我們香港引來香港用的時候 到底是有一個什麼程序的認證 正如我講 就算全世界這件事都是發展著 在香港也是發展著 所以我只可以說 現在局部有一些專科學院 已經引進了這些所謂認證的程序 在他們覺得比較風險高的 譬如有些專科學院 可能認定了一些微創技術 應該是屬於 就是某類的微創技術 應該是屬於這些 他們可能會對他們的專科醫生 或者他們的院士 是有所要求的 可能規定要在 就是幫過幾多次 在有人幫你的情況之下做過幾次 然後自己做過幾次等等 才完成一個認證程序 現在香港應該是局部 有些專科學院 開始對某些程序做了這件事 但是我想說明的是 這個你不可能短期之內 全世界所有的地方 已經針對所有應該要認證的程序 做完認證的 這個是一個很漫長的道路 但是沒有正式的認證 臨床主管和個別的醫生 都是有責任確保他自己做的 或者你自己屬下做的一些程序 都是他能力範圍 無論是經驗、培訓、資歷 都是應該可以做的 如果不是的話 他就不可以做主刀 而是可以幫忙 換言之 就是說 在現階段 譬如某醫院或某大學的醫學教授 他們一個團隊研究了一種新的醫療科技 可以幫別人試驗做某類的手術 香港其實兩間大學都試過有某類的手術 他們現在是首次做成功的 這些首次做成功的 其實就是你做的過程裡 香港醫專就沒有去認證 你都沒有做 你現在做了 即是不可以說 香港醫專沒有去認證這個新的手術 我不可以說他是不合格的 他其實也是合格做的 不過就沒有一個認證 我可不可以這樣說 所以沒錯 所以我才會剛才這樣說 就是你不可能在一點時間裡 要求某個地方 已經完全所有需要認證的手術程序 都已經100%在做這件事 而且再加上你剛才說的一點 就是有些程序 可能是香港發明的 或者是香港正在改良的 這些是很複雜的情況 所以有些 譬如說我們說換肝的程序 香港在肝臟移植的手術 的確有些是香港是首先做的 那這些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自己負責的那些教授專家 都會確保 他要是在別處做過相當的訓練 或者就算不是 他在動物上面 或者在屍體解剖學上面 做過累積了相當的經驗 而且他也做過其他同類的 很多這些手術 現在呢 好了 我們就下一步發展一個 在這個基礎上面 發展一個同類的 但是一個新的手術 所以是一個很複雜的事 一定是要臨床的專家 才能夠在裡面 那麼多的資訊裡面 能夠去調理 或者去理順 出來知道 當中的程序是對的 還是不對的 那譬如我可否引申 就是說 當我是某個專科裡面 我是這個部門裡面的主管 我認為自己是懂得做這個專科手術的 我亦都覺得 很有信心我做得好 我現在在外國 我已經學了幾多個小事 或者幾多個個案 我回來做 我回來做 我覺得我自己是做得好 但是呢 其他我的團隊 就覺得 你未夠資格 你做得不好 你不好做 我去投訴你 然後呢 如果遇到這個情況之下 那就要由一些真正好專家的專家來看看 到底你們雙方 你說自己做得好 他說你做得不好 到底是誰是誰非 我想配合 一方面是有對整個認證的概念 是有掌握的專家 另外一方面 就是一些真正做的東西的專家 有時候如果你涉及一些很高科技 很尖端的東西 你未必有一個專家可以說 就是走出來說我這個就是權威了 就是整件事在發展著 那如果針對今次這件封道事件 你會不會覺得 如果醫院管理局 早點就去委任現在最新的專家小組 做出來看這件事 就大家不用把這件事 你又說說我又說說 搞到我們現在不認識的 就覺得很溫額了 也都可以知道 到底你們是否真的不合格在這裡做事 整體來說 如果有發言有醫生 他是在臨床的一些專科程序上 是有需要的話 首先很多時候 一些醫院的管理機構 都會要求或者提供機會 給這個醫生 去再接受一些補足的培訓 所以這個過程就不可以說 你說一開始就立刻做哪件事 而是他有個過程 循序漸進的 如果大家有這樣的同意 有這樣的共識 可能一早就可以進行這個補足的培訓 那就不會有一個以後的問題 如果譬如說 在這件事上面 討論需要一些時間 然後再遲些 要正式去做一個正式的契合 契合的程序上面 如果大家有不同的意見 也都可能會令到這個程序 不能夠很早的正式展開 但正如我說 現在醫院管理局 既然已經有了這個獨立委員會 其實他要重組整件事 那個時序是怎樣 我們才能夠全面了解 究竟這件事是不是真的太遲 還是有一個適當的程序 在逐步進行呢 早安 直播室有我們的嘉賓 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詠文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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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說余昌文醫生那件事件 其實再要做深一層的 就是醫管局整個架構 現在都在這裡 開始做一個全面一點的檢討 是不是高醫生 沒錯 我們其實都剛剛不久之前 宣佈了委任一個檢討委員會 也都因為醫管理局成立已經有二十幾年 那麼在我們第四屆特區政府成立的前後 我也都有機會聽到很多 就是在個系統裡面 內外 或者各個界別的人 的一些意見 實際上也都我覺得一個機構 就是運行了一段時間之後 也都應該就是說去做一個檢討 去看一看有沒有一些地方可以再改善 還有有沒有一些地方 就是那個做法可能要調整一下 這樣 所以呢 在施政報告宣佈了之後 我們跟著就花了一段時間 也都組成了這個委員會 那麼我很希望呢 跟著呢 我們盡快可以展開工作 那麼我現在最想呢 就是說聽到多些的意見 就是就著說 究竟我們現在已經提出來的 一些檢討的方向 究竟哪些大家認為是最重要的呢 因為實際上要檢討一個這麼大的機構 都千頭萬歲 很多人提出不同的意見 一定要有個優先次序 那麼所以呢 我很希望呢 在這個委員會開會之後呢 開頭呢 就集中討論究竟優先次序是怎樣 然後呢 我們怎樣呢 另外一個呢 就是怎樣去收集一些意見的反饋 無論在市民那方面 病人那方面 或者同事那方面 或者專業界別等等 我們聽到有些呢 就是這個呢 醫療界裡面有一些人士就說 現在這個醫管的屬下 國國聯網很多時候都有很多山頭主義 國字為政啊 所以要改革的了 這個山頭主義不是今天才說的 我記得是 早很多年呢 當沙拉斯國人那時候都在討論著的 其實 你自己在這裡裡面 我問你 你覺得不覺得山頭主義 你當然不回答我 但是你既然覺得要改革的時候 其實都是不多不少是有山頭主義 你才覺得要改革了 我相信也要承認一點的 以前來說呢 我們很抗拒 究竟是有沒有山頭主義啊 這種這樣的說法 但是實際上呢 如果我們看回 醫管局最早的時候 為什麼會提倡一個聯網的制度呢 其實都可以看到 它是一個聯網制度呢 肯定任何事情都好又不好的 在香港來說呢 我們的地方雖然是少 只有1000多些的平方公里 但是我們的人口呢 是等於別人一些 整個很大的國家 我們有700萬 有些很大的國家 或者經濟體系 人口都未必有我們這麼多 那所以呢 故此醫管局當時提出的聯網呢 就是說呢 我們分佈在不同區的人口呢 實際上也都有不同的特色 有他們不同的需要 希望呢 透過聯網呢 是能夠將不同的醫院的 不同規模的醫院 不同角色的醫院呢 整合為一個聯網呢 讓他們互相配搭 互相配合 就他們當區的居民的醫療服務需求呢 是能夠更有彈性的去處理 那這個是一個 即是我想到現在來說 我想大家都會明白 這個是一個有它的好處的 另外一方面呢 有了聯網之後呢 實際上是會造成某的程度上 不同聯網之間的做法 是有點不同 這個也是一個 可以說是可以預見的結果 因為我們如果說 想不同的聯網 它有自己的彈性 去處理它當區不同的需要的 那麼後果呢 有少少可以視之為必然呢 就是說不同的聯網之間 無論是政策 服務提供的範圍等等呢 肯定會有一些地方 是同隔離的聯網 或者其他聯網有些不同 那才是為之有些彈性的 有一個獨立性 有一個自主性 某程度上 也都要在整體上 要服從醫管局總辦事處 整體的領導 對整體的所有香港人負責 那兩個問題是怎樣平衡 所以如果現在說 所謂山頭主義 如果有的話呢 那就是可能 平衡是偏向了 獨立自主 這個性質比較強 而整體的協調性 大家覺得不足 如果這樣去解讀的話呢 我們不需要抗拒 有沒有山頭主義 這個問題 所有的聯網應該 一方面要照顧自己屬下 就是那個聯網屬下的病人 他不同的需要 有彈性處理 但是也都同時需要 大家攜手合作 對整體香港的700萬人 提供一個 有質量的醫療服務 也都大家 我相信都反映出來 市民都不希望 見到存在於各個 聯網之間 是有太大的服務上 或者其他各方面 包括資源的分佈 各方面的差異 所以這些聲音出來 我相信聯網的服務檢討 我認為是其中一個 我們要考慮的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 有些聯網提供的服務 輪候時間是短一點的 有些輪候時間是很長的 但是當你說 你輪候時間短了 你可能有多些資源 空出來 可不可以給隔離 那是未必肯的 但是這次你整個委任 檢討委員會裡面 20個人的名單 有13個都是非官方的成員 另外這個界代表有四個 我們看到高共醫生醫療協會 香港醫學會 和私人專科醫生協會 都說他們不滿意 或者覺得整個委員會裡面的 醫學界代表不足 那你怎樣回應這個批評呢 我相信我們成立一個委員會 我們是一定很希望 我們的檢討能夠回應到 各方面的訴求 或者是他們能夠看到的一些 他們覺得應該改善的地方 那這些不同的方面 一定是會包括 我們面對的整體的市民 他們的民意代表 還有一些病人的代表 病人自己 還有我們的同事 再加上各個在醫學界 或者醫療衛生界裡面的 各個不同的界別 我們都是想聽到他們的意見 所以任何一方面 我相信我們都可以理解 都是會希望自己的界別 或者自己代表的一些所謂持份者 能夠是有多些的聲音 在這個檢討裡面的 所以我們是會 即無論怎樣 即我們去 暫時來說 我可以說我是持一個開放態度 當然我們委員會是已經委派了 我們可以再考慮各方面提出來的意見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都可以幾乎肯定 就算我們怎樣去回應的話 都未必能夠 就是各個的持份者的界別 都認為我們夠了 我們的代表很夠了 所以結果來說 這個委員會 第一件事 除了要考慮這些各個檢討範圍的優先次序之外 而且還要考慮 究竟用什麼的機制和方法 去收集不同的持份者的意見 其中一個很常用的一個方法 就會是透過一些聚焦的小組去討論 一些比如說 組織一下病人的組織的代表 他們可以集中在他們病人的角度提出一些意見 不同的界別自分者都可以用一個這樣的形式 或者論壇的形式去給我們一些意見 因為你現在的代表裏面也有商界、社福界、病人組織的代表、學者 然後就是醫護界裏面剛才說的代表 會不會是如果已經有一個二十名的委員會 如果再說我又要有代表、他又要代表 全擺衣服來 那個委員會越來越多人的時候 根本你的討論也沒有那麼好效率 我都很留意到 因為的確是 如果我們在委員會的層次本身 再加很多數目的代表進去 可能也是在委員會的運作、討論、效率方面 會有影響 所以任何時間 我相信我們都是希望拿到一個合理的平衡 所以這件事上面我們會再三考慮 但是必須要有其他的機制和形式去搜集不同的意見 如果不是 我相信沒有可能在委員會上面 就已經有足夠的代表性 然後說我們所有的意見都在那裡聽得了 不用再去別處搜集意見 現在比如說公共醫生醫療協會 有幾個醫生的協會都覺得我沒有人在這裡不行 那你會用什麼方法去收集他們的意見 我們正如我剛才舉例 是可以用很多的形式 一些座談會、論壇、聚焦的小組 都是一個形式 你們不會關門去做檢討的 他們也不會不開聲 另外也有一些聲音指出 說我們的過程的透明度也很重要 我也會在考慮 當然我們小組召開會議之後 也會討論一下 怎樣可以增加我們的小組工作上的透明度 怎樣可以告訴外面我們一直在做什麼 聊著什麼 對於市民來說 不理你的程序 最終是不能夠受惠 會不會服務改善 多一些醫生 然後排短一點的隊 所以檢討裡面 局長你覺得有哪些方向要擺放重要一點 在這裡其實我也想指出 實際上我們這一屆政府 其實在醫療體系上 其實還有很多事情在做 所以我們不可以抽空 只是說檢討這個醫院管理局 就等於檢討整個醫療架構 整個醫療架構或者醫療體系 是一個非常之複雜很龐大的工作 其實我們是較早時候 由上屆政府開始 已經一直是有不同的機制 在做不同的範疇檢討 包括已經有的人力資源的檢討委員會 也都有我們在那個自願性醫療保險 或者整個醫改 所謂醫療改革公司型平衡那方面 有一個機制在做 年底會有一個建議拿出來 就住自願性的私人醫療保險 再者也有一個督導委員會 在檢討私營醫療機構的管治 運作質量 所以其實我們要理解 我們其實對著整個醫療體系 在做不同範疇檢討 好 當我不時都會就著這些不同的範疇 也都會提醒 或者通知市民 或者立法會 報告我們的工作的進度 只不過希望在這裏 就講回檢討醫院管理局 集中 就是公營醫療體系 這個整個管理架構 裏面 好了 我們再看看 有哪些範疇 我們是覺得需要 去深入看 當中 剛才提到的聯網的問題 究竟 聯網的權力 下放 和它自己的彈性 和整體性的一致性的協調 這個平衡得到 對不對 第二個 聯網之間的資源 那個分配也是經常有人提出 是不是嚴格按照人口呢 按照服務量呢 跨區 或者跨聯網的 尋求這個治療 這些我們又怎樣看呢 一些特別的專科 譬如說 只是少數的醫院才有的 有些聯網根本沒有的 一些專科 或者超專科 或者特別的服務 例如器官移植 這些這樣的服務 又怎樣處理 在那個反映 在那個 資源分配那裏呢 教學醫院 或者是一些龍頭的醫院 他那個看的病人呢 那個 複雜性會重些 這裏也都在那個 那個 資源分配那個 所謂方程式上面 應該怎樣反映呢 這些其實 都是應該要看的 其實這個醫院管理局 已經成立了很多年了 來到今天呢 你說不要檢討 其實是自己欺人的 是需要檢討 我們過去一段時間 我們看到醫療服務的水平 其實是提高的 比我們以前的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你突入九十年代 有醫院管理局 我們看到服務是提升的 但是近年來說呢 事實上市民去輪候 看專方的時間 是長了很多的 你說做手術的時間 或者甚至乎重症 需要做手術的時間 也是輪候的時間 長了很多的 這次檢討會不會 在這方面都看清楚它呢 這個也都涉及到不同方面 當然人手資源 還有病人那個數目 就是整個香港人口 因為人口增加 我們的人口那個組成 老齡化 我們病人的那個期望 和醫療科技的發展等等的因素呢 其實令到那個公立醫院體系的工作量 和那個服務壓力都是大了的 那這些都是我們需要去回應的一部分 整個檢討你想什麼時候完成 其實在會開之前呢 我就不想定了一個時間 當然要談到我們究竟那個優先次序是怎樣 用什麼模式去做檢討 怎樣搜集意見 我相信在初初的幾個會議談了之後 我們就會有一個希望會有一個工作計劃 而這個工作計劃應該就會提出一個時間表 那整件事檢討醫管局 和你們檢討私家醫院 兩樣會不會放在一起看呢 其實是需要同步進行 所以其實雖然大家看到這些工作 好像是分開進行的 但是有它的需要 因為在私家醫院的那個管治的檢討方面 是涉及一些法例上 我們要修改衛生署的工作範圍 它的權力有幾大 它有足夠的資源 它有沒有足夠的人手和專家 去管理這個私家醫院 在公立醫院 在公立醫院要檢討的問題 也是不同的範圍 但是兩方面 我相信都要同步 即是說將來 如果我們有一個 在就著醫療融資方面的 一個自願性的私人的醫療保險制度 幫助我們去平衡公私營的服務 另外一方面 也是兩方面的制度 公營私營都有檢討 作為一個基礎 讓他們兩方面都希望有一個長遠 有一個持續的發展 變成這樣的話 才能夠令到整個醫療體系的發展 能夠有全面性的一個考慮 或者是會不會都考慮公私營之間的配合 令到可以等得勻一些 或者大家可以發揮到一個協同效應 這個主要就會是 在我們的自願性的私家醫療保險那裡 因為自願性的私家醫療保險 正正就是希望透過一個 提供一個高一點質量的醫療保險 然後就是用其他的經濟誘因 或者其他風險的處理安排 是令到多些他原本想買 或者有能力買保險的人 但是因為種種原因 就沒有買到私家醫療保險 或者買了都用不到的人 是可以透過自願性的私家醫療保險 能夠用多些私家那方面的服務 所以就是一個平衡公私營的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舉措 但是現在你說 會不會看到就是 比如說心治威怨心臟科醫生這件事 以至到是當你提出檢討 這個醫管局的時候 有不同的醫生團體組織出來說 就是為什麼我沒有份 加入這個檢討委員會裡面 其實看到這個醫生界 或者醫學界 都有很多真的山頭主要 大家這麼積極踴躍 說要去參與一件事 或者就著一件個別的事 去發表這麼多的意見 一方面是好的 大家至少對這個系統 和整個體系是有要求 有期望的 會積極去參與的 當然反過來來說 它對我們的處理是有困難的 我們怎麼能夠平衡 這麼多方面不同的持份者的訴求 是我們要面對的其中一個比較大的挑戰 這是政治問責官員要處理的問題 你有沒有信心 檢討完之後 醫管局也好 私家醫院管治問題也好 醫療融資問題 醫療改革問題 你有沒有信心在這一屆裡能夠做好 百分之一百 我不敢說 不過信心 我可以說我是心神樂觀 你期望當所有檢討完之後 我們的醫療服務的水平去到哪裡 我們希望看到將來是一個公私營 都是能夠長遠有持續發展的空間 而兩方面能夠加在一起 是更好地配合對香港整體的市民提供一個既有選擇 而又有一個足夠的安全保障 又質素的一個醫療體系 我小市民 我就期望 我在輪候看專科重症的時候 不要讓我等那麼久 這個肯定是其中一個 所以我們都希望透過公私營更好的平衡 能夠做到舒緩到公營系統的壓力 還有他們吵架 麻煩自己關上獨門 找個有權威的人叫他們處理好他們 就不要公開大戲店 不互相罵 這個就是做人 處事的道德 以及怎樣去 不要借為自己的問題 會不會都會想起來呢 管制裏面 我想我只可以說 我接受你的忠告 謝謝財貴長 謝謝財貴長